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丁 Vikas 欢迎收看我们的 Honkogu的频道 今天就是我们 很久很久没有拍 也最喜欢拍的 酒店系列 其实我们人现在还在 Saba 然后这次既然来到Saba 我们就一定要来一个 当地非常出名的 酒店 难道就是全世界 应该也找不到第二间的那一间 YES 就是我们看电影才会出现的 The Hobbit House 哇 我放一点那个影片给你们看 它就是在那个Log of the Ring 你们看到那个 小矮人小矮人整班 我们去的就是那个 小矮人村的设计的那种Hotel 所以那个明天我们会去住的 那个酒店呢 是在一个 深山高山高原上的货 然后 一幽幽的草地 还有很多那种奶泥 我们还没吃也 Hobbit House呢 其实看起来就是 很先气 很童话的啦 所以 可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去 所以我们就 而且 睡醒 你的对面就是 马来西亚最出名的 神山 从Hotel出来看就是神山 够神仙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牛是在神山上面 应该是在神山上的牛啦 神牛 所以哈 废话不多说 我们老规则 Z night 跟大家 review 它的Hotel评论 首先呢 Hotel 5分呢 大家打出来的分数是已经高达 4.65分了 很高 甚至高了 好像是我们目前拍过 蛮高分数的一个酒店 来我们读它的review先 The Hobbit House is very cute cozy and clean 你意思讲它的 那个房间的很可爱啦 笑很可爱啊 又很干净 然后又很凉 然后又很干净哦 等一下 我自己看觉得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much better than expected 就是 比它预料之中更干净 更漂亮 这样你看照片已经很美了 这样我们明天应该会再大吃一惊多一次 就是讲不会踩雷 下一个哈 Magical Sunset and Sunrise View of Mountain Kinnavaru from your back Oh my god 就是讲吼 那个Mountain Kinnavaru就在你的床旁边 哇一睡醒就可以看 Sunrise Sunset 可是如果还没有拉床脸呢 看不到哦 你要拉床脸 主要有戏卡我们都不能睡醒啊 来来来 我们先讲那些不好的 The Toilet is like this small 就是可能厕所稍微比较小啦 但是可以理解啦 小矮人设计的物资 小厕所 OK吗对吗 I am negative Not suitable for me because I am light slipper Who could not ignore the nearby traffic noise 就是讲他是那种很容易被吵醒的人 因为附近可能会有那种traffic啊 就一点点声音他就不能睡了 这我很奇怪啊 高山上啊 它应该比较早车 飞机的吗 啊飞机飞 过山山的 然后有火车的吗 Oh I Hobbit里面好像有 可能那些火车装进洞里面 还有一些 哦啊 Grandaf啦 起码是你 是traffic吗 所以万分期待给大家 明天见 其实我也是万分期待 OK 给大家看 它的路你看 超斜的 可是我们一定要上去 因为我们的屋子就在上面 我们已经到我们的那个 hotel的restriction了 你看住在那边 要走一个很高的楼梯 哦那边就是我们的家啊 啊 哇 可是想要背这样多行李 你看 Oh my god 要背上那个楼梯 就是很辛苦啊 所以它这里哦 不只是只有Hobbit House 它是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啦 所以我们是选中那边的 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些 五连六色的建筑物啊 不同人有不同的喜好吗 这样也是很爽啊 那边 来 走啦 走走走 耶 所以我们已经到了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行李 已经放在里面了 现在要带大家 这个屋子有点可爱吼 是很可爱 可是进去要这样啊 因为小矮人 可是我觉得你看啊 我们还没有进去前 就要给大家看这个景象了 Oh my god 这个是多么壮观的景象 所以那边哦 就是深山 可是上面有雾了啦 就是有雾了啦 可能明天早上我们 hop它没有雾了 所以我们现在周围 已经弥漫着那种雾气了 对 所以 Let's go 现在Let's go 带你进去看一下 所以还外面其实还有一个亭子 不用紧我们等一下才带大家出来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小可爱 Let's go 所以进来呢 这里就是有点矮啦 我们这种190到200cm的 会比较难 对我来讲有点辛苦啦 我只要一抬头就会创到啊 对我们这种 你不用紧啊 没有我们190cm的身高 有点不friendly 你198败了我200 给大家讲 这里有一个桌子是for我们dinner吃的啦 dinner啦 还是放luggage啊 它空间有点小 你看我们的luggage 就已经堆在旁边就堆了 没有错啦 所以这边有一个小窗窗 你看很可爱的小窗窗 看到吗 看出去 哇很通风 直接通风 所以这边应该就是这样对着那个风 一面吃东西一面看美景 哇 接下来呢我们发现 hotel该有的设施它都有啦 可是就是没有aircon 它有这种 风扇啦 电视啊 房纹 所以我们往下走 这是床 哦 这边是一个床 是 这边是给比较小字的 像exper这样啊 180吧我的啊 就是这边 200 198 其实我们订的这个是 5人房 哦 所以这边可以两个人两个人 这边可以睡多一个人 很适合family的 接下来就是到我们这碗睡的床 来试试一下 每次我们就有吊 就是要挑一下 因为要看它 柔软度 柔软度到底好不好 来 哇 哇 ok啦 ok啦 不硬不软 不硬不软 moment 最重要是这个风景 oh my god 你看看它的床对着的风景 紫衣美 诶 可以在这个床这样躺着一整天 对着这个风景都很爽啊 是哦是哦 你看 哇 这边就是深山诶 这边就是深山 oh my god 我们可以躺着对着这个风景一整天 很爽 少来一壶热插放这边 这边可以放 哦对 所以我的 我的脚下就是KK了你看 哇 一些静在我们脚中 来 厕所厕所 厕所 我叫最重要的是厕所 我忘记这个厕所 来 到我最重要的厕所来 来 oh my god oh ok 我明白那个 comment讲为什么厕所有一点小了 确实是有一点小 是蛮小 结果已经不能进来了 这样我们 这样我们两个怎样冲 我不懂诶 卡包着诶 要怎样一起冲啊 不能了 不能了诶 有点遗憾啊 这个在省上 我们一直都吃这样子包着诶 很臭诶 only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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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厕所可能对女性比较不友善啊 因为女性他们要化妆啊 这个梳妆台可能就有点太小 厕所旁边呢就是它的kitchen area 所以里面它是有什么 哇 饭包都有啊 饭包是怎样 所以这里还有基本的就是米洛啊 这种 Nescafe 这样的那种饮料就有咯 冰箱 冰箱 冰箱在这里 冰箱看一下有没有item给我们吃 我带一个crystall 这里 没有 所以大概review完它的整个房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就带大家去它的院子往那边走走啦 好 OK 休息一下了 现在带大家去看它的院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角落 喂 你看有瀑布 瀑布 瀑布 那里有瀑布 因为我看到那边有写它是泉水的嘞 所以这是它的桌子啊 所以这里是看美景的 哦 这样很anjoy 哇 如果有一斧热茶跟热咖啡 我觉得我们晚餐就在这边吃吧 可以 你看那个山 很漂亮 而且它其实不会很晒诶 它的那个阳光刚刚好 OK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箱了 那个酒店了 现在来一个 Daysa Daily Farm 它也是有另外一个称号的叫做 小牛西兰 因为那边好像有很多那种奶牛 跟热油油的草地 哇 想到的爽 我们来拖不及来去摸那个牛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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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因为我以为它这边全部是奶牛 因为我听那个导游讲 这边有600头这样的牛 所以这里的牛 全部都是从Australia印尽的 不是本地的牛 其实我比较好奇它的那个餐厅 因为这边很多奶制平衡食物啊 有一个必吃的东西 应该是在下面我们去搜寻看 我们现在导游就是带我们去喂 那个小奶牛们先 因为他讲 那个奶牛要快点蹭 然后多人的时候快点去喂 不然全部人喂 把我们就没得喂了 OK 所以我们已经买了一个草的feeling 跟牛奶的feeling 不可爱 你刚刚在旁边抱 很幸福哦 第一次这样进去 差近一点了 不然我觉得它的颈像很酸 哎呦 没有味道这次又好像有点可怜哦 等一下吃掉我的了 一口啊 一口吃掉了 啊 你不要抢 你看 喂完那个牛讲真的啊 超幸福的 来这边我们一定要来这边喂牛 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企业的 所以现在我们喂完点了 就要去买一点那种牛制产品 来到这边他们讲 我们必吃的就是这个 他们自制的 Gelato牛奶 Ace Cream 我们去找个地方吃先啦 去外面 去外面边看风景边吃应该很爽 安兜牛奶卖 安兜牛奶卖 它的整个口感啊 其实很creamy creamy的 哇好严肥哦 然后对着那个 大自然这样吃啊 看着牛这样吃的人很有feel哦 那个感觉整个就是上来哦 而且其实它的价钱不贵 这样一杯才 太半半了 而且还是满满 飞到满满的一杯给你 来这边吃这个就值回那个票价了 完全是perfect 而且它里面不只有 有Ace Cream 所以还有一些 牛汁他们好像 cheese也有 cheese也有 可是这点比较适合打包 是哦 这个是现场吃 因为我们可以打包回去 然后我们回来 然后再吃 对 我们刚刚就是有order附近的食物了啦 啊 哦 我们爆点诶 太饿了 我们不要在房间室 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就在我们的家上面 所以那边 不是有人 风味比较大 是 所以我们上次吃啊 美景也比较美我穿哦 好 Let's go 有很多食物诶 你是怎样教的 喂 快帮忙啊 来来来 我在扯你以为你拿相机 去帮忙啊 我吃一个群里的宝宝 我捡到吗 有 有 有 加油 你做什么 我要负责 摆盘 哎呦 去做那种不需要做的工哦 不错啊 你看 这样就多一个碗 出来的鸡环包 你看我们三个人 点到这样多才oh my god 可是我可以讲 放心 我们一定吃得完 能不能吃吗 神经哦 还要叫多一轮啊 反正不够哦 在这样冷冷的天气 吃这样的热热的食物 爽哦 现在还蛮便宜 这个也蛮人 食物不上贵的 2、3、4、5 天堂多 六样菜多啊 105啊 而且你全部都是大盛的 ok 所以我们的晚餐已经吃完了 也收拾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多一下就去休息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还没有完成的 就像我们讲 明天睡醒会有一个 神山的景 整座的榜在里面前 因为其实我们来了三天 三天其实我们还没看到 真正的整座神山 因为都一直起雾 希望明天我们睡醒的时候 可以看到经验的一幕啊 嗯 ok 好我们现在去休息 洗澡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一点宵夜时间了 就是买拿来 刚才我们在那个 Desa Dairy Farm 买来的一些 买农作物 买农作物 酸酸酸这样的啊 因为我们没有配东西吃嘛 这边附近就没有卖面包啊 没有烧的一些 很重啊 嗯 嗯 好吃咧 我们先吃这个GCM Caman Bird Caman Bird 你说你搞什么 Caman Bird 哦 它好像Cake这样的你看 东东 这感觉会很恐怖这样 这有纸吗其实这个 哦没有没有不是哦 可以吃啊 你咬你咬 啊我咬你咬 怎样 我要吃一个 好奇咧 我不可以 我先吃 你吃做打GC 等下我要换牛奶 看它 这样吃的比较 Fermenter的味道咯 那种芭香芭香味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这样吃啦 我觉得要餐东西 你应该要配饼干啊 配饼干啊 哇 弄披萨 这个嘴巴好像有美味 你还好久 不行不行 快要我喝个 鲜奶鲜奶 结一下它的味道 所以我们有买两种奶啊 快喝来一个 鲜奶结一下先 不是啊 你这是牛奶啊 是我的问题 还有这个是要羊的 我第一次喝羊 然后我没有喝过羊奶 而且它这个牛奶 各种品质不太一样 它比较来没有糖的感觉 它很脆的那种牛奶味啊 好喝嘛羊奶 很臭啊 因为它都不喜欢吃羊的东西了 我来我来我来 它很奇怪 有羊烧味 羊烧味重哦 嗯 可是我可以接受羊烧味哦 这个牛奶我最爱了 我觉得OK哦 没有来 很辣吃哦 OK哦 这个好喝啊 这个Deper的最爱我知道 Deper 它还有最后一个产品 该我们已经不曾经吃吃了 Deper 但是我这样子觉得是 这样也是可以接受啦 里面最多 这样多里面 这个最爱的接受 真的 我觉得这个哦 OK我觉得我不能 爱吃羊 可以来try这个妹妹来 好来我们喝了牛奶 吃完这个 晚安 晚安大家 早安 早安 所以经过做完一整晚的体验呢 我们有一大堆东西要跟大家说 所以昨天我们其实很早睡了 问题第一点呢 就是什么呢 因为它自己的Live很差 又没有provideWiFi啦 然后完全是没有东西可以做的嘛 因为大半夜啊 外面也是很暗 周围也是没有一些娱乐的东西啦 所以就很早睡觉了 我们是这26年来 第一次 10点就睡了 对啊 10点就睡了 还有第二点 我们觉得需要改进的是 它的厕所啊 真的有一点小啊 厕所确实有一点小 然后我觉得算有一点点脏脏 我觉得 做完我睡觉的时候 我听到 我记得留言有人讲 不是有很多那个摩托声经过啊 这个是事实 因为做完我注意去听 也没有注意去听啦 躺着嘛 不能睡觉嘛 然后就有是听到那些声音 摩托声音 这点可能 那些很注重睡眠质量的人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当然它也是有好处啦 然后它的好处就是 在我们旁边 你看 它的风景 是无可替代的 不是每个酒店有这样好的观看 给你去看 可是我还是看不到那个 KK的全帽啊 我是这边唯一一个看到 KK全帽的男人 哈哈 为什么 今天早上7点我就醒了 我就睡在那个床 看那个KK 其实是肚子痛啊 哈哈 这边拍到吗 昨天有拍到吗 啊有有 我有拍 所以 翻开这边给大家看到 它的 KK 神山全帽 所以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给大家知道我们的价钱啊 它的价钱呢是一碗二百六十一令吉 满便宜啦五个人哦 至于打几分呢 我觉得我会打六分啦 六分啦 OK对吗 它不会去到太高的 我打啊 6.3 哈哈 你会写我讲话吗 因为这里我觉得是因为 没有那个电话啊 我们 比较难做东西啦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很需要手机跟WiFi嘛 然后这边没有网络就是你 完全什么都不能做 吃东西比较麻烦 嗯 啊对对 还有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它吃东西会比较麻烦 因为附近哦其实是没有东西吃的 只有一间店 它可以deliver来嘛 它的米叫在你心中 可是好吃啦好吃啦 那个是好吃的 好吃又便宜 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啦 希望这个系列可以一直再拍下去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 订阅 按赞 才有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下个影片见那个 我们下个影片见那个 我们要结果年了哦 拜拜